OK 我現在回應一下 有時被人攻擊 有些人對立的時候 那個自處 我自己都試過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曾經在外國 我建立一個教會是沒有錢的 那我就要在醫院做院務 支持我自己可以有錢 去在那個教會裡開始這個事工 那我在醫院的時候 我就發覺有些人是有不同的原因 有一天會有基督徒不采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我每次叫他早晨 他都說早晨的 不過他很快早晨 他永遠都是繼續做他的事 當時來說我是覺得不舒服 每天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不可以友善一點的呢 招呼完他 他都是這樣 我心裡有些不舒服 然後我就跟自己解釋 其實他都是某種原因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不用介意的 我轉身就讚美神了 神會祝福我的 神會幫助我的 所以我在那時候很難以的 我遠遠看到他的 很遠路在那裡 那我走過去 我在醫院是個個人全部招呼的 我就算不懂得名字我都招呼 如果名字可以記得 我就盡量記 這個是建立關係 那我就會走過去 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祈禱準備了 神啊可能他會對我 有些什麼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不要緊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就走過去了 跟著跟他招呼 跟著他也是這樣 早晨 很快的 那我就轉身 不要緊 耶穌多謝你 因為你不是這樣對我的 你是一定很歡迎我 一定很開心的 就是我總是將耶穌那種 起落 裝喚我的心 讓我的心 不給他影響 那我就算現在 有時候有些情況 譬如我講那個情況 就是前 沒多久之前發生的那個情況 就是那個人他會忽然間 就講一些攻擊的說話 我來講當時是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我來講 我最關注的 就不是他 說實話攻擊我 他講給我 他講給我 我不介意的 因為我為什麼呢 我不會放在心上 我會介意什麼呢 他背後去攻擊 就是說 他說 耶穌斯有什麼什麼 那時候 講一些不對的事情 但是我就 將事情交給神 還有我就 詢問一個弟兄 因為那個弟兄 他又有溝通的 我了解之後呢 我就 放了手了 就是 在那個過程 我會不斷倚靠神 其實我一日之間 我是很多次 多謝耶穌 耶穌給我平安 耶穌和我一起 哈利路日 多謝耶穌不用介意 那我整天都在這種狀況 所以 我是很少受人影響 或者環境影響 但是我 我都說 因為我又 我留意我自己 我觀察到一個人性 人是會自動彈出一些 不好的感覺出來 包括我自己在內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忽然間 哎呀 好像就是不舒服 不開心 有一種不開心的感覺 是自己會彈出來的 那我一 第一 我自己盡量在 讚美神的狀況 而我一留意到 我有這種 不開心的意念 彈出來 我真的會問到自己 為什麼我會這樣 我需要這樣 然後我就選擇 親近神 我就會身鬆 這個是我一個自處的方式 我每天都是這樣的狀況 還有一間我們祈禱 你會經歷到聖靈的平安 你就會更加平安了 我覺得這個主要是人性 人性就是會有時 有些情況是觸景生情 有些困難 然後想起自己發生的事 還有有時人會想起一些 過往發生的事 過往一想起 又會有些不開心 這個不一定是魔鬼 將這個意念放在人心 因為人有罪性 去到天堂我們就不會再這樣 那有沒有是魔鬼放在裡面 可能有 不過我又不會說 我盡量不會賴魔鬼 很多人賴魔鬼的結果 我又被攻擊了 魔鬼經常攻擊我 很厲害很厲害 有時未必是魔鬼攻擊的 是我們自己的思想 而我發覺一件事 如果比較以前 我現在這些意念是少很多很多 就是越親近神 和越正面 那些負面的意念是很少的 但我都發現有 就是一天可能有幾次 但有些事情來說 是一天都 哎呀好煩啊 好猛啊 好悶啊 好不開心 有些人是整天 就是我整天是一個平安狀態 但忽然間有一個意念一彈出來 這樣 就是這些這樣的意念 我都會即時處理 我不會容許它留在我心中 就是因為這些意念 我留在我心中 我就會被破壞 有個問題就是關於 如果你問神又問不到 其實人的負面感覺 你可以分幾大類的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 習慣可以分析的 有些是以往發生的事情 有些是自己 覺得自己沒有用啊 自己覺得別人不接立 譬如我自己作為牧師 都很多人接立 但有時都會有些意念出 哎呀那些人不是很接立 就是會有些意念彈出來 那這個我可以說 是一種人的缺乏安全感 就是人是會有的 如果我現在和我以前比較 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們是可以追查到 到底是我個人的經歷 人的經歷 或者是我自己的問題 或者我一些習慣的負面思想 或者就是習慣的情緒 我們不需要一定找到一個原因的 那如果你說到一些負面的意念 我就會用回聖經的意念取代 就是我的意念取代是什麼呢 神愛我 基本上有幾個 神很愛我 我是寶貴 是重要的 我做著遵從神 神很喜歡的 神是會祝福會提升的 那這些意念已經足夠 令到我 是很正面的了 就是我現在遵從神 神是很開心的 那我就想問 你有什麼意念 你是會難於處理 你可以說出來 有時候有些情況 可能我們都找不到原因 為什麼會不開心 在我的回應 我就會這樣說 我們整個生命 那個思想 和情緒 全面性建立 這個是我自己常做的事 有些什麼建立 我生命是寶貴的 我現在又跟從神 我一直在建立我的生命 我又在幫人 我真的在努力幫人 有時候有些困難 有些幫到 有些幫不到 我都嘗試 也有努力 我又不放棄 有些人其實都找我 都幾煩 即是他很煩 不是我很煩 是他很煩 他很煩 那我又嘗試幫他 但他都好像很難幫到 我都告訴自己 我都在幫著 不過他又沒有改變 那我都說 我其實在做事 是神歡喜 我又親近神 所以我裡面 是裝滿了 一些很穩定的 正面的思維 和情緒 在我裡面是很穩定的 是不容易拆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長時間建立的 每天都告訴自己 我是做神的功 我走神的路 神一定會歡喜 是不用擔心 就算 有時我有些意願 這些教導這麼好 應該快些傳給更多人 那我就跟神 我就跟神講 神你為我開路 我就會做的了 但我又想 神未給機會 不就未給機會 不要緊的 不用急的 神都沒有給我方法 我不是這樣 但是神最近又給我 這些方法 總之陸陸續續 他是按時候 他又會給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就看到 總之神是一路建立 所以我來說 我是沒有一樣的原因 是令我不開心 有些過往的傷害 我有時會害怕 但是呢 我一直都告訴自己 我是神喜悅的 我在做神喜悅的事 我又讚美神 那些害怕是 即是 是沒有出現的 但是有時有些 沉悶啊 負面啊 我又會馬上告訴自己 神喜悅的 我在做神喜悅的事 我又讚美神 整個人就開心了 那所以那個 正面的思維和情緒 是穩固的時候呢 就算有些什麼入侵 都不會受影響 但是有些人呢 我認識他 是很多 很多拆位 如果你看過那套電影 那個什麼 我有介紹給你看的那個 什麼玩轉老朋友 是吧 玩轉老朋友 那這個電影呢 它裏面呢 就有很多座東西 其中一 即是有不同的情況出現的 一座就是朋友關係啦 家庭啦 他玩Hockey啦 玩那些球啦 那些球啦 各樣的東西啦 那樣 他的正義感啊 那些那些 不同的東西 那他健康的時候 那樣都很好啊 那但是呢 他不健康的時候呢 他有時發脾氣 吵架啊 他又離家出走啊 那樣東西呢 那樣東西呢 跟著就倒塌了 倒塌了 全部倒塌了 那這個 就是我認識有些人呢 他真的 他的生命是長期倒塌 是長期 人際關係有問題 自己內心有問題 同臣關係有問題 是樣樣都倒塌了 那如果是這樣來講 我就會說 續樣建立 就是 譬如他求助 我就告訴你 我們續樣幫你 怎麼建立 自我形象 自我的思想 和情緒 他建立和人的關係 建立各樣的東西 一路建立的時候呢 他就會穩定了 穩定的時候呢 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傷害了 有些什麼受傷害都好 立刻呢 就用神的說話啊 神的應許 和神的同在 去得到幫助 那所以在你來講 那你又看看 你的生命 有哪些地方需要建立 那建立了之後呢 就會穩定 就會有平安有喜樂 因為我們的健康 都影響情緒的 就是有些人睡覺 長期不好啊 思想長期不好啊 他會有時候 莫名其妙地 會不開心 因為身體那些 化學物 那些化學物 不平衡啊 就會令到他不開心的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都不用一定 找到一個答案 總之我是神所愛 我又在做神吩咐的事 神又歡喜 那我就可以 讚美神而開心了 我就會覺得 這樣回應了 方和選擇 祂會 有些朋友 能不能抽離 呢 不是 那邊 超級大 不正常 可以 呈了 你 應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